我一直以为Taco的这个皮应该是那种像薯片一样硬硬的 结果它是这种软的 今天来做了三个月后的ICL近视演术后复查 一切良好 目前视力还是1.5和2.0 后面出个详细的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 做完检查 小悠就带我在附近找了一家吃午饭加下午茶的店铺 这家店里面布置的特别像纽约街头小吃街 是由好几个小商铺组成的 有现场制作披萨的披萨店 可以订购一整块披萨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一小块 小悠负责买披萨 我去隔壁买Taco 直接来一份三种口味的拼盘 有猪肉 鸡肉和牛肉 每种都是配不同的配菜和酱料 再加上三角薯片 这样一份就做好了 小悠给我来了杯可乐 自己点了咖啡 五颜六色的真的很有食欲啊 那我们开吃吧 这个是牛油果酱 这要怎么蘸呢 应该就是这样直接拿起来 然后蘸这个果酱 这里面是这个芝士粉给呛到 哎呀 现在日本人有这个花粉症 太好严重 这总是痒痒的 这里面有一片牛油果 这个是熏干的那种猪肉 然后给它撕成了丝状 这个我觉得很好吃 这个你们也太小了 这个是西红柿牛肉 我一直以为它口的这个皮应该是那种像薯片一样硬硬的结果它是这么软的 西红柿酸酸的然后牛肉很香 这是这个披萨好大一块 这要怎么吃啊 也没有一个包叉什么的 就 你就这样拿起来吃吧 你看 是不是很大 这个是西红柿芝士火腿 是我喜欢的那种皮皮很薄的 这个是锅菜奶酪的 这个好吃 来这家店的基本上很多都是女生 然后来去吃饭聊聊天什么的 这种地方就跟那种传统艺上的咖啡店不太一样 在这里吃饭还挺有氛围感的 今天也是吃的心满意足的一天呀 今天就是你把鲁的咖啡店喝了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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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